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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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者 守護者 能聽到嗎 能聽見 艾克勒 我們回到火星了 回 從哪兒回的 薩瓦圖恩的王座世界 我知道我們早該匯報情況 但我們當時離薩瓦圖恩近在之池 極不可失 我們沒法無動於衷 我完全理解 薩瓦圖恩 確實不怎麼輕易露面 除此之外 還有件事 我們在離間之前 遇上了他的一個騎士 而他 他擁有一個機靈艾克勒 就像其他副光者一樣 機靈 跟著邪魔族騎士的機靈 但那意味著 薩瓦圖恩竊取了光能 但 那是不可能的 對吧 不可能 對於薩瓦圖恩 沒什麼不可能 不可能 對於薩瓦圖恩 無妖女王 無妖女王 血魔族傳說他生在一個環境惡劣的遙遠星球上 如果沒有那個遇知即將到來大災變的蠕蟲仆人 他本該在那裡度過平淡無奇的短暫一生 於是他帶領著他的兄弟姐妹躲進了深處 在那裡以無休無盡的沙發貢品為代表 古代蟲神賜予了他們無窮的力量 邪魔族就此誕生 致使無數的文明被屠戮殆盡 在漫長的歲月裡 生命和光明已經發現就被吞噬 毫無反抗之力 直到他們遇上了守護者 在他的哥哥歐里克斯死亡之後 薩瓦圖恩躲了起來 當然這不是出於恐懼 而是謀略 因為薩瓦圖恩知道 打敗敵人的上策 是成為他們的一員 通過他的曠世謀算 他滲透進了先鋒的組織 從內部削弱了我們 還竊取了我們最珍貴的資源 那些我們從未想過 會落入他手中的東西 光明